上期视频我们讲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作为一支既打了天主教又打了东征教的十字军 可谓比法国还笑嘞 本期视频我们将目光移回耶路撒冷 看看最具军事意义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萨拉丁与狮新王的精彩对决 第一次对决 阿卡围攻战与菲利二世的离开 哈丁之战后 十字军国家主力溃败 耶路撒冷重归萨拉丁统治 但十字军们并不气馁 于1189年包围黎盘特重镇阿卡 企图攻下之后 将其作为迎接西欧新十字军的桥头堡 在解决了安如帝国的统一问题后 世心王和法王菲利二世 分别带领了军队经海路到达阿卡 加入阿卡包围圈 所谓有朋自远方来国以乐乎 萨拉丁热情地带着数万大军拥抱了 初来炸掉到十字军 萨拉丁与世心王第一次对决由此讲台 世心王明白 自己作为嘉心炳的中间层 虽有海军优势不怕补给短缺 但长期下来肯定是不行的 他主动进攻 采取先吃里馅后吃外皮的策略 用先进的投尸机摧毁了阿卡的城方攻势 包括帝国时代二里著名的诅咒之塔 萨拉丁自然不会坐视十字军的攻城 率领的攻击兵从外部不断反击 但却被精锐的骑士们一次次的挫败 长期围城让阿卡的穆斯林守军们饥寒交迫 为了留存守军的性命 萨拉丁甘愿献出阿卡城 并附加二十万蒂纳尔 归还针十字架 释放法兰克俘虏等条件 十字军答应了请求 第一次对阵 十字军王完胜 十字军王的胜利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地位 法王菲利奥氏可就不高兴了 本来菲利奥氏就对十字军王反悔和他妹妹的婚约极为不满 再加上现在 十字军王的威望在十字军中远远超过了他 你也是王 孤也是王 这让高贵的法王的脸往哪儿割呀 菲利奥氏称柄退出了十字军 但留下了虔诚的法兰西骑士们 当然这里有另一种理性的说法 菲利奥氏首先是法王 其次是十字军战士 菲利是为了夺取肥的流油的弗兰德斯伯爵林才回去的 第二次对决 阿尔苏夫之战 与亚法 第一次对阵的失败并没有让萨拉丁气馁 他很清楚 远到阿尼亚十字军缺乏根据地必须速战 只要能找个什么由头拖住十字军 萨拉丁就可以复制哈丁之战 集结优势兵力 将十字军葬送在他指定的坟墓 萨拉丁谎称赎亲还需收集 请求十字王给他一些时间 暗地里则调集大军 十字王看破了萨拉丁的伎俩 趁机痛制萨拉丁背信弃义 并屠杀了阿卡城内的所有守军 以清除后顾之忧 随后 十字军立刻拔营起载 并仅仅依靠海岸线行军 这样做不仅方便十字军借助强大的海军力量 还可以方便在战败时撤退 可谓滴水不漏 萨拉丁见计谋被识破 也指得率军不断袭扰十字军 在消耗兵力的同时等待战机 十二天后 战机在阿尔苏夫地区出现了 阿尔苏夫的海岸都是悬崖峭壁 舰队无法考案 无法支援十字军陆上作战 萨拉丁于是率领四万大军 从三面包围了一万五千十字军 萨拉丁持过不少重装骑士的骨头 这回 他命令部队在不断缩小包围圈的同时 先射杀骑士的战马 待拉近距离后 用特殊的铁棍 重击成为步兵的骑士 萨拉丁的新战术 让法兰克骑士们损失惨重 但在十字军王的感召下 十字军们团结一致 各个已一当时 认识反杀了包围圈 萨拉丁老千层病了 打从一开始就不认为包围网 可以揭灭十字军 他只是以包围网的派军为诱饵 企图引诱十字军 进入真正重兵埋伏的森林 利用森林地形 限制重骑兵的战力 萨拉丁这把则在大气层 丁克与萨拉丁军队脱离接触 并南下雅法 让萨拉丁埋伏了个寂寞 第二次对阵 十字军王再次胜利 第三次对阵 前往耶路撒冷途中的制斗 冲下雅法后 十字军王本想进一步沿海岸线南下 夺取亚石基伦 来切断萨拉丁老朝埃及与叙利亚的联系 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军事决断 可十字军并不是一支 真正另行禁止的军队 他也承载了信仰 除非圣城耶路撒冷 始终是十字军的终极目标 十字军将士们 尤其是虔诚的法兰西骑士们 对十字军王不辞取圣城的战略极为不满 在经过一周的考虑后 十字军王被迫妥协 离开海岸 向内陆的耶路撒冷进军 与十字军国家打了多年交道的萨拉丁 深知十字军必然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在十字军王群寻的一周时间内 他摧毁了 从亚法到耶路撒冷野心的各个城镇的防御工室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哈 驻守这些防御工室不也能消耗十字军的兵力吗 为什么要拆掉呢 撒拉丁认为十字军士气高昂 装备精良 在野战中阿拉伯军队的确不敌 但由于其远道而来 离开海岸深入内陆时 后勤补给就会成为最大问题 因此 与其让十字军攻克沿线堡垒 将之变成牢固的补给战 不如拆除防御工室 为阿拉伯骑兵切断补给线提供机会 缺乏补给的十字军 就会像飞蛾扑火一般 被以意带牢的阿拉伯大军在圣城一举歼灭 真是精彩的战略啊 事先回到十字军一边 撒拉丁对补给的骚扰让十字军遭受不小损失 但逐渐接近圣城的十字军战役愈发高涨 世青王却警觉了起来 万一没有拿下重兵把守耶路撒冷该怎么办 缺乏补给的十字军很有可能被围艰 作为领受的世青王不能将一场东征的胜负 全部押在耶路撒冷上 他决意暂时放弃耶路撒冷 将巩固补给线作为第一要务 听到命令的十字军 着实被浇了一盆冷水 大量法兰西和伯格尼士兵 选择脱离十字军 世青王指得率领残余部队 夺取了原先的作战目标亚士基伦 并巩固补给线防御 第三次对阵双方军败 但萨拉丁略胜一筹 第四次对决 妥协下的耶路撒冷之门 半年过去春暖花开 世青王再次率领各地的十字军出征 冰封直指耶路撒冷 萨拉丁也明白 在已经巩固的补给线前 骚扰战术不会再起作用 因此召集军队在耶路撒冷严正以待 在行军途中 世青王发现了从埃及来的 萨拉丁补给部队 二怕不说将其彻底摧毁 这一事件极大动摇了耶路撒冷守军的意志 无疑给十字军一个夺回圣城的绝佳机会 可世青王的谨慎却让这一机会白白溜走 并分裂了十字军 世青王坚信耶路撒冷的坚固 事实也的确如此 因此希望南下埃及 先摧毁萨拉丁的老巢 可十字军们 尤其是虔诚的法兰西骑士们 眼中只有圣城 他们无视世青王的警告和发起进攻 一小群莽夫纵然有热情 但终究寡不敌众 被萨拉丁打败 十字军的士气也因此低到了极点 此时 罹患重病的世青王听闻法王菲利二世 和他那不争气的弟弟约翰 意图在欧洲对他不利 对是否留在东方也产生了动摇 萨拉丁的部队虽然打了个小胜仗 但也早已精疲力尽 世青王对兄弟阿迪尔和阿米尔们的窜躲 让萨拉丁质疑属下的忠诚 最后 精疲力竭的双方签订了一份三年的合约 萨拉丁将继续掌控耶路撒冷 但允许朝圣者不受限制的造访圣物 法兰克人允许战友被征服的雅法 到提尔的瑕昌海岸地带 虽然世青王可以进入耶路撒冷朝圣 但他的荣耀不允许他这样做 他带着无尽的失落离开了东方 就结果而言 第三次东征是最无奈的一次东征 世青王因没有理解十字军的信仰本质而错失盛成 萨拉丁也没有达成彻底清除十字军的愿望 但是 这无疑是一次精彩的东征 下一期视频 我们回到十字军的源头 讲一讲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诸国的建立